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话题,加拿大版风华资讯,我是主持人吴景 我们今天还是要来谈谈这个孟晚舟案 那么1月30号是美方要向加拿大提交这个正式的引渡申请的所有的这个文件 这个请求的最后期限 那么晚舟接下来他这个案件到底会怎么走 那么对于家中关系,还有包括像是加美的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在节目上我们继续为您请来了 大家都很熟悉了,钱陆律师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加拿大会讯会研究院的副院长张国润张教授 那首先还是要请钱律师给我们分析一下 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不是很清楚说1月30号 还有2月6号开庭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 另外我们最近也有听到我们加拿大驻华大使 麦嘉莲他也说了孟晚舟要打赢 他有三个理据,他觉得很强硬的一个理据 但后来他就道歉了,可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30号的大限主要是因为美加引渡协定里面有个规定 如果一方提出要引渡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在他逮捕之后 在60天的时间内要拿出请求国所提供的证据 说这个人是符合美加引渡协定里面的要求 应该可以引渡的 这个日子是从12月1号到1月30号 整个60天 麦加伦的一个评论 最近我看到很多人对这个问题 他的评论是非常的关注 在媒体上引起了很大很大的关注 那为什么会引起很大很大的关注呢 我觉得这是跟他讲的内容有关的 那个他的内容是说 孟晚舟将会有很好的辩护理由 对 三条辩护理由我仔细的一条条给分析了 当时我还记得很很有意思 我也想找这个报道 在英文媒体里面是怎么说的 当时我就那天我怎么找也找不到 后来才完全都明白 他这个记者招待会是为中文媒体 对对 他是完全是针对这个中文媒体去看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在加拿大发生一个这样大的一个外交事件的话 这个外交官不是跟加拿大民众有所交代 是去了那个一个少数族裔的 但是说少数族裔那天是基本上所有中文媒体都到场了 就是中文媒体都到了 我相信这个是都到了 但是他私下邀请了中文媒体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后来看到加拿大有个主流媒体 那个就叫McClean的这个杂志 McClean杂志上有一篇文章是说 他呢这些话是说给北京听的 OK好那我们先稍微停一下 因为我看张教授有很多想要补充的 好那刚才我们前律师说 这个话说给北京听的 你怎么看这个事件 我觉得这个我首先呢赞同这个前律师的观点 他是说给北京听的 同时呢他也是说给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当地的这些华人听的 因为呢他在邀请这个华人媒体的时候呢 他是邀请了这个中央电视台这个新华社 包括了其实加拿本地的这个华人社区的这个媒体 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呢 这个我们看的这个这个John McCallum呢 他的这个他的他说了这番话 但是呢他的身份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身份 他不像这个加拿大的前两人大使 前两人大使呢这个Gee Seng-Jak 还有那个就是马拉维 对马拉维这个David Maroonin 他们是纯粹的这种外交官 对但是呢这个John McCallum呢 他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个内阁部长 内阁部长的头衔 从2000年开始那个时候已经是这个国会议员 对在这个让克前的时代呢 他已经是内阁部长 所以说呢而且呢这个 他当过这个国防部长很大的移民部长 移民部长 这个Markham呢又是一个这个华人非常集中的地方 这个华人占到了Markham的这个45%的这样的人口的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他我相信他一方面说给北京听 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加拿大 现在要释放一个这个在这个事件上释放一个友好的这个信号 同时呢也是这个给我的感受是他的身份呢 这个至少思想里边呢 他还并不是纯粹的这个外交的身份 他还是这个带着他以前这些这个政治的痕迹呢 在做这样一个政治的这个这个这个表白 哦好那接下来我想请前律师具体跟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他提的这三点包括像是这个政治影响力 另外他有提到像是川普之前说的会介入 这个123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首先好我们再要特别记住他这个话 是要想说给北京听的 我再补充一下 我非常相信 因为这句话这他说的这些东西呢 他不可能是为加拿大民众说的 如果加拿大民众他应该把加拿大媒体叫去 如果他是要说给孟晚舟的家属听的 我也不太相信 因为Macall他不是一个职业律师 他所说的这个三个问题 他有法律背景 他有法律背景的 我不太清楚 我知他他是经济学的教授 那但是呢他所说的这个三个问题都是非常非常技术性的法律问题 那孟晚舟是一定有他专业的律师在处理这些问题 可能不需要他来解释说明 所以他是想要再解释一个什么事情 他要想再安慰一个什么事情 这是很明显的 最后他这个话也不是为了要说给美国人听的 如果要说给美国人听 不应该他来说 应该是加拿大做美国的大使来说这话 所以整个的这一个Macall雜誌的这篇文章的评论说 他是说给北京听的 我真的是很相信 那这个问题是他说了些什么话呢 他听了的 第一条 总的来讲他说那个孟晚舟这个案子 他们有很好的辩护理由 很强的辩护理由 那他说了三条 第一条他说因为川普的这个讲话 使得呢这个案子就是带有了政治社裁法 第二个他说呢 这是一个就是涉外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案子所违反的法律 是美国的法律 不是加拿大的法律 没有他还有提到说 因为孟晚舟的公司是在香港的 那加拿大是对香港没有管辖权 对那个关键是 不是加拿大境内的犯罪行为 对对对 第三个呢他说呢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呢 加拿大也没有签字 也不会成为加拿大的法律一部分 对所以这个前面那个呢 就是我们上次在这个节目已经谈过了 那叫就是政治特色的 政治带有政治特点的犯罪 是不能引渡 这是在美加引渡协定里面是明文规定 同时呢 这个美加引渡协定里面呢 也规定了说这个案子如果要引渡的话 他必须要在两个国家当中都是构成了犯罪的行为 就是叫犯罪的双重性 所以 麦加连说的这个三点 后面的两点 他其实是说犯罪的双重性 那我先来看看 他讲的还挺有理由 非常具体的 第一点 我要跟你们讨论的就是 在我看来 麦加伦的讲话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引渡协定的条款 是明确规定说 如果带有政治特色的 political character的这些案子 是不可以引渡的 那没有说被政治人物干预过的案子 不可以引渡 注意好 政治特色的案子 这是有具体的定义的 我这几天我在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没有把英国1870年制定引渡法以来的 这些的判决 主要的判决 我都已经看过一遍了 这些案子在美国是怎么个发展的 我也看了一遍了 所以英美法系对于政治特色的案子 是怎么分析的大概 我都看了很清楚 就是没有一条说 一旦如果把有一个政治人物 要干预这个案子的话 这个案子就变成了不可以引渡了 所以就是政治人物的干预 不见得代表就是有政治特色 这个犯罪行为本身 到底是不是有政治特色 不是有政治人物干预了以后 就会改变他性质的 这性质原来就定好了 所以我在这里明确说 几个星期前 当Trump讲了这个话以后 加拿大外交部长说 你注意你这个话讲了以后 孟晚舟的家庭可以 他的律师可以用他作为一个辩护理由的 对 我当时听了就觉得不以为然 等到 McColin在讲完以后 我觉得他们都错了 他们这个两个人都错了 不能够 我不能够就是 要求他们过高 因为他们不是职业律师 这个条款 是 所以是不同了 好 行 那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再带观众朋友继续来分析一下 这个孟晚舟案件